昨天为您报道过 这位民众是买了不二家的高饼蛋黄酥 没想到吃到一半发现是有小强 那么现在呢 业者硬起来不排除要提告咯 而对此呢 消费者呢则是po出了九点声明 觉得自己很委屈啊 实案处人员来到不二高饼鸡茶 一一打开冰箱查看外 也切开蛋黄酥的成品 仔细检查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义务 因为有民众在网路爆料 吃他们家的蛋黄酥 吃到一半却发现有半截小强 但是网友质疑 照片上的小强太过完整不太寻常 现场排队的民众大多横力挺 业者事后联系上当事人 但是对方第一时间无法提供购买证明 也不能寄回剩余的商品 强调不排除要提告 当天深夜当事人又再度po出了九点声明 提到他只是一般的消费者 没有同业重伤的问题 也没有要索赔 因为是朋友送他的 对方没有留存发票 已经提供信用卡莫斯玛给业者查询 整起事件发展成这样 他很惊讶难过 不过业者也硬起来反击 认为当事人在玩文字游戏 同时强调此个案的发生几率为零 个案后续已经委托律师处理 然后进入司法程序了这样子 那目前的话是准备提告 在作业区环境未发现有并媒及其中击 你随机抽检 检释蛋黄书中也未发现有异物或重体 不二高柄认为 爆料内容与事实不符 杠上了消费者准备要提告 实案处经过稽查 暂时没有发现违规事项 整起案件将进入司法调查理清 记者方平文赖文良 SW小组台中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